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的对话中 我们聊到了许多有趣的话题 从文化现象到政治见解 还有一些关于科学和哲学的深刻反思 我们的朋友们不断分享他们的看法 包括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 对于权力和文化的讨论 还有对于现代科技的思考 让整个对话充满了火花 接下来 我们还探讨了不同的思维方式 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辩论 有的朋友提到了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还有对于货币体系的看法 这让大家不禁思考起 全球化和各国之间的互动 同时 轻松幽默的交流 也让气氛变得更加轻松 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 分享着各自的观点 最后 我们还听到了 关于数字货币的讨论 这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人们对于未来的货币形态 充满了期待和疑问 这无疑是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期待我们下次的精彩对话 李佑说 换掉不是大多数的真实想法 变长才是 只是害羞不敢说 云深解海 说体质内的好处就是 整个社会氛围 都有优越感 和先生也说过 权力地位就是春样 李佑说 大胆些 又不是没有过 腰带系到胸口上 夜上海 等下才能关胶岩 喜极而泣 灯 佑说 没有啊 据说那边红叶不错 谁说低品线上市成功啊 佑说 西北的山都可以 去香山试作 做汤姆谁写的 就第一张图中二战时 美国轰炸日本广岛的原子弹 也就五百一千娇儿 就是说 现在北半球每秒钟 竟吸收三个多广岛原子弹 爆炸的能量 而北半球集中了 全世界八十亿人口中的 七十多亿 这样的情况 人类能抗多久 这一段的修辞盒的类比 需要提高科学底蕴 不是节假日 十一月初 你有空去一趟植物园的 樱桃沟 也是很挖塞的 下来的时候 可以顺便绕一下沃佛寺 World on Fire说 请展示你的科学底蕴 福说 不展 金山 说 胡不展 那你说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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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牙 说 老毛在文革之前 已经先把全中国的文化人 打倒在地了 老习有没有老毛的学问先不说 但是照猫画虎的手段 总是会的 看不透这一点 还要做文化人 已经是糊涂透顶了 偏偏还要上书当国师 这是把圣上当光绪 还是当崇祯呢 千年一出的圣人 会做书生们的提线木偶 磨正了吧 World on Fire 说 无论怎么说 冯老师都是为独立思考的人 虽然他应该也和我差不多 被二次洗脑过 然后完成二次觉醒的人 Bio下话现称说 at海牙向上 World on Fire 说 中国是 洗脑不可怕 成长就是觉醒的过程 美国是洗脑才可怕 成长就是洗脑的过程 因为人在感性上 很容易陷入二元对立 一次觉醒后 就激动地掉进了二次洗脑 完成一次觉醒的人 和没觉醒的人 症状其实还是一样的 Bio下话现称说 不展不是好孩子 这位人兄 见解也还都可以 就是有点学了 西门吹雪的高来高去 尚无老万 和我都帮着拽了拽 你也搭把手往下瞪瞪 别光看着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Nine 说 为什么他的公共形象顾问 想让他晒书单 海牙 说 你在叫我做事啊 World on Fire 说 国产美粉 都是完成一次觉醒的人 自以为已彻底觉醒 岂不知正好掉进西方的二次洗脑中 因为人在感性上很容易陷入二元对立 所以一次觉醒后 很容易就激动地掉进了另一方的二次洗脑 托克维尔曾说 这个物种喜欢激动不已的亲吻铁料 正因为第一次觉醒是感性觉醒 第二次觉醒才是理性的觉醒 纳兰 说 发现又一只人类灯塔 大慈而歌 幸亏我也在web3精神病院混过 张开嘴的脸飞奔符号 Bio下话现称说 不解气 射你一剑爆的喜极而气 纳兰 说 夜内叫红大叙事洗脑术 不明觉厉 破 海牙 说 我就说这位哥哥 为什么老是车咕噜话来回说 跟逢大师倒有几分神似 果然是一路人 惺惺相惜呀 你的臀友这么巧 World on Fire说 人类普遍短视 趋利 渴望在不确定的世界里 寻找确定性 而美国恰好在这个时代最耀眼 看着最具确定性 然后就成了信徒最好的图堂 纳兰 说 这些话术比喜马拉雅高十层楼 文贵哥见了也得贵 傅说 我没否定他别的 但他这段描述是有问题的 将一个局部瞬间爆发的能量 与一个广泛积累性的能量 只进行数据级别的比较 而时间和空间忽略了 我明白他说的意思 但这种写法具有愚民性 程大厨 说 修辞手法本来就是为了提升表达效果 又没人会真认为 每秒再爆三个原子弹 纳兰 说 说实话 朝点底的韭菜 都可以去火哥的推上自撸了 World on Fire 说 自己算 北半球一秒钟的净吸收能量 是1600多1000交尔 广岛原子弹爆炸释放的总能量 大约是5001000交尔 你不会是对的 你这一回复 暴露出你对能量完全没概念 傅说 虽然你有点贴标签 但火哥这个标签我是要点赞的 纳兰 说 世界有我火哥才能量 傅说 两个数据都对 但忽略了类似于压力和压强关系 混淆这两个关系 只在数据层面进行对比 不合适的 纳兰 说 上帝说 要有光 六度世界才有了我火哥 傅说 压强是要处以面积的 北半球的面积 是广岛的多少倍 程大厨 说 磨正了 Roflow 傅说 我不否认辐射净通量的增长 但这一组数据的比较不对 纳兰 说 拜火叫上身 World on Fire 说 原子弹的当量 不是也换算成TNT吗 傅说 面积面积 一个三级火山爆发 释放的能量 远远远远远远远超过 广岛原子弹 纳兰 说 有一种大师 我也是敬畏的 久阴久阳打底 独孤葵花兼修 眩晕的脸 World on Fire 说 你没意识到 那是统计量 纳兰 说 你问个一加一等于几 他给你胡扒一套如来神掌举手 神马克星光线都给您印上 就问 你怕不怕服不服 程大厨 说 也可以换算一下 全世界每天的P等于几个原子弹 纳兰 说 唯有传销大导 才有一炕之力 蚝油一笔 赵本山留学 阳板大忽悠 畅销书智慧光芒 照耀韭菜新一代 与时俱进 话术大师千面人生 程大厨 说 火哥的教主地位 今天算被你亲定了 World on Fire 说 你可以尝试从逻辑上反驳 可能会比贴标签有效一点 Nine 说 感觉像以一笛万 纳兰 说 不能不说 这套引进量子力学的鬼话框架 很有高级感 Nine 说 这些书我一本都没有看过 纳兰 说 贴标签也不是哪尊佛都好使的 没有我佛三千信 怎压破猴五百年 Nine 说 我分辨不了 哪本书有价值 哪本没有价值 纳兰 说 都没啥价值 畅销书都是收税来的 看什么天书奇谈 都不如下地刨一锄透 World on Fire 说 你看一下书名就可以了 冯老师在老何平台上 是有独立思考的人 纳兰 说 嗯 韭菜都认知到 自己原来没有独立思考 这普尔就成功大办了 World on Fire 说 李奇博士的声音 感觉有气无力 还不如老何的普通话好听 论普尔怎么比得上自由民主 Nine 说 何老板说的不是普通话 是湘普 是古汉语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纳兰 说 串联傻X大脑的最佳导线 就是让他们明白 自己不能独立思考 需要光明指引 World on Fire 说 何老板已经很努力 以前听不懂 现在听得差不多了 Nine 说 我已经听习惯了 听标准普通话 反而有点不习惯 带冷汗的笑 World on Fire 说 大喜过望 奈兰 说 我火哥还是有东西的 等慢慢都到处来 我巴拉给您看一眼睛 傅 说 德国外交部本周三 就朝鲜支持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一事 召见了朝鲜代办 警告平壤 如果消息属实 将直接威胁到 德国的安全和欧洲和平 德国外交部 在社交平台X上说 如果有关朝鲜士兵 在乌克兰的消息属实 朝鲜正在以军队支持俄罗斯 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这将是严重的 并将构成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该声明补充说 这种支持直接威胁到德国的安全和欧洲和平 纳兰说 今天一个朋友发私信给我说 地外文明都已经被高层找到了 现在正在找幽灵粒子 我差点又信了 喜极而泣 Bio下话现称说 我也给你补上一条旧文 来自今年6月21日 纽约时报的文章节选 在全球叙事的较量中 中国一直试图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反对 将世界划分为敌对阵营的和平国家 相比之下 他指责美国拉帮结派将世界推向新的冷战 然而 俄罗斯和朝鲜缔结的共同防御条约 要求两国在发生战争时 立即向对方提供军事援助 这正是中国指责美国的拉帮结派之举 中国最亲密的战略伙伴与唯一的条约盟友 也就是俄罗斯与朝鲜 现在成为了令东北亚地区 出现冷战式对抗风险加剧的两个国家 该条约也给北京带来了更多麻烦 因为它似乎加深了中国 俄罗斯和朝鲜三边轴心的印象 而这是北京方面一直极力避免的 北京一直非常小心地避开中国 俄罗斯朝鲜轴心的形象 华盛顿史听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 他希望给自己保留选择余地 日本韩国和美国现在也许会认定 俄罗斯和朝鲜的防务条约所构成的威胁 导致他们需要在中国周边地区增兵或加强防御能力 以此强化去年在戴维营宣布的三方安全安排 出于这些原因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不乐于见到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萌生的兄弟情谊 普京和金正恩周三在平壤会晤时 将这个防务协议视为两国关系新时代的开始 分析人士认为 这份协议还暴露了中国与两国伙伴关系的局限性 纳兰说 短视频里通过催牛老爹嘲讽自由民主的精彩片段 多如牛毛 跟别人也有屁眼一样拍案惊奇 甜点 说 哎 亚人刚才聊天说到外甥是美工 他快要哭了笑的在地板上打滚 说美工是最低级的 他是概念设计师 是美工类最讨的 老仲 说 这个好玩 要我是那位代办 就回他一句 不服你们也派好了 敢说不练假把事 另外说一句 聊天的 俗称吹牛 各有各的见解 好好聊哲学 政治学 经济学 甚至神学 推背学 但不要真的尝试去说服 或者压倒别人 最多互不理睬 或者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江文和大傻那样 互道一声傻S 就完事了 纳兰 说 任你大词而非满天 我以标签贴遍地 双手合十的人 老哥 我是不是错了 得罪了一位通晓古今中外 文史科技的大能 一页下话现亏 说 加一 加一 哇 牛倒不行啊 竟然能得到这夭牛的结论 来来来 请问 二战后 美元替代英镑 美国得到了什么好处 世界格局变化了吗 有改变吗 还想出一个世界货币 这不是早就有了吗 比特币以太坊不就能拿来当成世界级货币吗 还能跟联合国一起推动啊 太厉害了 麻烦了解下货币的基本属性和作用好不好 别跟某人一样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 还不能接受任何人的反驳 福斯说 继续补充 俄罗斯和朝鲜签订的协议 包括后面俄罗斯跟伊朗可能签订的协议 是2024年5月16号签订的中俄共同宣言 两万字为基础 里面是阐明了中俄家这一概念 您所提的资料中所说的 该条约 俄朝条约 也给北京带来了更多麻烦 因为它似乎加深了中国 俄罗斯和朝鲜三边轴心的印象 而这是北京方面一直极力避免的 如果吃透那共同宣言 那麻烦和极力避免应该是西方该提醒自己的 一页下话献亏 说可老中哦 对于不认同的东西 不便怎么能够加深自己的认知呢 不便怎么能知道自己错误的地方呢 甚至辩论一个不同的观点 会去翻找自己很久之前学过的东西 难道六读世界不是用来学习的吗 经常争论不正是让自己变聪明的方式吗 那你说 哈哈 这下热闹了 纳兰说 扯了个蛋壁 World on Fire说 说真的 我渴望一切研制有误的反驳 那可以帮我完善自己认知体系 我怎么会不接受呢 教科书给出的货币三大属性 交易 储备 投资 其实我更关注货币的普世性 包括产生方式 现在货币生产普遍是垄断的 加密货币在尝试 但仍是高度集中化的 而锚定鸡蛋发行货币 把印钞机升级为印钞机 不仅具有了普世性 也具有了普惠性 也有利于快速形成动态的供需平衡 一页下话现亏 说 Roflow 麻烦了解下区块链 了解下比特币的底层逻辑 然后再说这种话好吧 纳兰 说 小叶老师 你几层功力 也敢跟我火哥过手 困了的脸 一页下话现亏 说 世界的货币体系 当然有问题 很早之前 就有这种讨论了 但跟人民币争夺美元霸权 有什么关系 傅说 教科书里有没有讲 货币的过度商品化 会产生什么问题 纳兰 说 社会我火哥 开口就上车 一页下话现亏 说 数字货币不就是去中心化的货币吗 还拿印钞机硬鸡蛋 这什么时代了 程大厨 说 斗兽齐 一页下话现亏 说 人民币争夺美元霸权 是一定要争 原因不是人民币要崛起 而是美元正在衰落 如果人民币不争 会有其他货币替代美元 这是经济的正常规律 人民币争夺霸权 是顺势而为 有用食品去衡量物品价值和通膨的 但说印蛋币就太扯了 先别说没有哪个国家会同意 就算同意了 要是经济哪怕出一点点问题 整个国家经济体系都要崩溃 纳兰说 大词皮下一击子在 World on Fire说 比特币作为去中心化的一次实践 的确很了不起 但比特币一个有效交易链块 所需要的平均时间要十分钟 基于安全考虑 需要六个节点完成确认 也就是是说一次有效交易时间 大约一个小时 于是 一个去中心化的货币 需要一个中心化的交易所 然后大家都知道 做交易所的发财了 被黑 被偷 都发生在这里 谁知道谁做的 你可以说 自己交易得好好的呀 只不过是你用的那个交易所 还没跑路吧 即使到现在 比特币用户也就在百万量级 小众 很小众 一页下话献亏 说 为什么小众 你有想过这一层吗 为什么各国都不敢承认 比特币作为货币使用 纳兰 说 免费了解一下币圈画数也好 一页下话献亏 说 纳兰先生不是对于数字货币很了解吗 纳兰 说 火哥开课小板凳 一页下话献亏 说 而且比特币的产生和交易 最开始也没有交易平台呀 你说的鸡蛋币就是套用了部分比特币的概念 但这个蛋 风险可比数字货币大得多得多 World on Fire说 交易所池子里等待交易的比特币多到一定程度 对交易所的所有人是个极大的心理考验 庞大的财富就在你的池子里 拿 还是不拿 这是个问题 纳兰 说 叶老师把砖烧停 先听大佬发言 一页下话献亏 说 行 数字货币我除了会玩 大多数时候还是外行 还是得听纳兰先生的 等你大锤呢 人家在你门口耍数字货币呀 纳兰说 at程大厨 有一段时间 没有看到你聊哲学方面的话题了 什么时候听你聊一聊 以前看你跟别人聊这方面的内容 我学到一些 程大厨 说 晕 就我那三角猫水瓶 你看个乐得了 别当回事 纳兰说 我完全不懂哲学 程大厨 说 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的 哲学也没对错 一页下话献亏 说 别晕 晕过去 我肯定揍你 话说 日本漫画那种武士一起的精神 算不算一种哲学 比如那个 极恶飞道 程大厨 说 有不清楚的说出来 交流就是了 反正这里牛人多 不懂 你的话听不懂得多 一页下话献亏 说 Roflow Roflow 大厨在埋态我 羽毛说 能把别人唬住就是有水平 程大厨 说 那去听刘阿姨说 能把你唬得一愣愣 那你说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一页下话献亏 说 大厨啥啥啥人都看了 程大厨 说 HTTPS U2B 0M420 SI等于T7N0 AZDGLTP2 下话线VVF 这视频刷一遍就懂了 Huangji Actuary说 这就和看电影一样 你觉得是不咋地 但是人家还有可能 对你 You can you up No can no BB 就会比较尴尬 所以沉默 Nine说 THX Huma说 HTTPS U2B TNDYJR ISI SI等于 By T0 KXH HGYSFHJ 政治化新歌 老钟 说 变没问题的 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用 老万 说 这个群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牛人多 天花万坠 都是武林高手 结果碰到一个业余拳击手 无人能敌 老钟 说 是啊 比如马保国马师傅 真无人能敌 Huma说 你对中国文化 就是这种印象吗 马保国可不是武林高手 万总太会贬低中国文化了 为了他的精神祖国 老万 说 炒股散户 也都是这德行 包括我自己 也不看谈自己几斤几两 就去和机构对决 人家机构 雇了十几个博士 有最新的电脑 还有各种分析和决策软件 Huma说 而且 打败马保国的那个人 并不是业余拳击手 他学的是中国式摔跤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 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这些东西 请您订阅点击手